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农易网络学院 本节讲解平装袖的圆形制版方法 首先我们看到桌面上 这边就是平装袖的款式 是一件T恤衫 在这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上衣的组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上衣的前片 它的组成有前领圈线、肩线、袖龙线、侧缝线、下摆线 袖子的内缝线、还有袖口 后片呢,就是后领圈线 这边是后领圈线 然后上衣的组成了解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上衣的基本点 首先第一个后领终点就是这个 过来的这个呢,就是肩颈点 再过来的这个是落肩点 下面的这个就是腋下点 接下来呢,我们在CED里面对应的点来了解一下 切换到打板系统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基本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后领终点 是在这里,鼠标放到的这个位置 再过来的呢,这里是肩颈点 这个是落肩点 下面是腋下点 几个基本的点在结构图上 已经了解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我们在结构图上再来了解一下上衣的部位 首先第一个前领圈线 就是这条 变成红色的这条 前领圈线 那这条呢,就是肩线 这条是绣龙 那下面这条是侧缝 这条是下摆 然后这边是绣纸 绣纸呢,首先这边这条是绣口 下面的这条呢,是绣纸的内缝 那这条S形状的线呢,就是绣三线 这条就是绣中线 上衣的组成还有基本点在结构图上已经了解好以后 切换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上衣的基本部位测量 首先第一个开始 衣长它分为两种 前衣长和后中长 前衣长呢,是从这个前片的肩颈点 垂直的凉到下摆的长度 这是前衣长 那么后中长呢,就是从后领中点 垂直的测量到下摆 这是后中长 这是两种测量衣长的方法 接下来是胸围 胸围呢,它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全胸围,一种是半胸围 胸围的测量方法呢,是从左边的这个腋下点 水平的测量到右边这个腋下点 因为它有两个 后片呢,也是一样的 左边的腋下点 水平的测量到 右边的腋下点 前后加起来 整围的维度就是全胸围 那只有前片一半 或者是前片一片 或者是后片一片 就是半胸围 这是两种测量胸围的方法 接下来呢,是肩宽 肩宽呢,就是两个落肩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图 落肩点就是这个 左边有一个落肩点 右边有一个水平 从左边水平的测量到右边 这一段的距离就是肩宽的尺寸 然后下面呢,是领宽 领宽呢,是两个肩颈点之间的距离 肩颈点就是这个点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是领宽 然后接下来是前领宽 前领宽呢,是从肩颈点 至前领最深处的距离 肩颈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条水平线呢 就是前领宽的位置 这一段的距离就是前领宽 然后接下来是绣龙 绣龙身它分为三种 直凉、斜凉还有弯凉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直凉 直凉呢,就是从这个落肩点 垂直的凉到腌下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直凉了 那斜凉呢,就是从落肩点 斜的凉到腌下点 就是斜凉 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 那还有一种就是弯凉 弯凉的绣龙身呢 就是测量这条绣龙线的长度 就是这条曲线 这是三种测量绣龙身的方法 接下来是绣长 绣长呢,它也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从后领中点 至绣口的长度 第二种呢,是从肩颈点 到绣口的长度 第三种是从落肩点 到绣口的长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怎么测量,从后领终点 这个是后领终点 测量到绣口 这是第一种测量绣长的方法 第二种呢,是从这个肩颈点 这个点呢,就是肩颈点 测量到绣口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从落肩点 这个点就是落肩点 测量到绣口的长度 这是第三种 然后接下来是绣口宽 绣口宽呢,就是绣口的尺寸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一条就是绣口宽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之间的距离 就是绣口的宽了 然后接下来是绣肥 绣肥呢,就是绣子的宽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 这个是一个绣纸的材片 绣纸的宽 就是最宽的地方是绣肥 就是这里 这条水平线 看到没有 从左边这里到右边这里 这一条水平线呢 就是绣肥 然后接下来是绣山膏 绣山膏是从绣山顶点 至绣肥的高度 还是在这个绣纸上来看 绣山顶点就是最上面的这个点 然后垂直的测量到绣肥 这一段的高度就叫绣山膏 然后接下来是胸宽还有背宽 胸宽呢是从前片绣笼 处二分之一的地方 水平的测量到右边也是相同的点 这是胸宽 然后背宽呢是从后片绣笼处一半的位置 左边的量到右边 这是背宽 前片是胸宽 后片是背宽 前胸后背 上衣的基本部位测量 我们已经了解完成了 现在呢就开始来制作这件 瓶装是我的圆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款式 左边这边是前片 右边是后片 然后这边呢是尺寸 首先呢尺寸一长六十八 它是指肩颈点 垂直测量到下摆的长度 然后接下来是胸围 胸围呢是九十八 九十八那是整围 就是全围的胸围 测量的方法刚刚已经讲过了 然后接下来是肩宽 肩宽的尺寸是四十三 绣笼笼二十三 绣笼笼呢我们用斜量的方法来测量 就是从落肩点 拉一条斜线到腋下点 斜的测量下来 然后接下来是拧宽 拧宽呢是十八公分 前领三九点五 然后下面是绣长 绣长呢因为是短绣二十一公分 这个绣长呢是指从这个落肩点到绣口 的长度就叫绣长 然后接下来是绣口 这个绣口呢是十五点五 就是这个 尺寸了解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尺寸来制作这件衣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衣服左边跟右边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打板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中间把它分开 分成左右两边 后片呢也是一样的 从中间把它分开 分成左右两边 然后这样子呢 前后加起来总共有四片 四片呢我们像打这样子的衣服 就是四片叠在一起打 那我们就要用右边的这个尺寸来打 那这个呢右边的尺寸是成品的尺寸 那我们在打板的时候呢通常要加损耗量在里面 损耗量是什么呢 损耗量就是车工缝制过程中会产生的损耗量 这个衣装呢我们通常要加上一公分左右 胸围呢整围要加上1.5整围 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加进去 衣装是68加上一公分就是69 胸围是98加上1.5以后就是99.5 这个损耗量呢就是车工缝制过程中的缩缝量 一定要加进去 因为一件衣服拿去车了以后 它会长度和维度都会自动的缩小一点 所以我们在打板之前呢 一定要把这个损耗掉的量加进去 那做出来的尺寸才是我们要的成品尺寸 现在呢我们切换到打板系统里面 开始来制作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桌面上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制作好的效果 左边是结构图 右边是柴片 现在呢用这个移屏工具 也就是抓手工具 把它抓起来移到一边 开始一步一步的来操作 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长度跟宽度 长度呢就是一场宽度是胸围 一场呢是 68加上一公分的这个损耗量在里面 就是69 胸围是98 加上1.5就是99.5 99.5呢 我们这个胸围呢是四片叠在一起打 就要用整围的胸围除以4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计算一下这个胸围的尺寸 99.5除以4 除好以后呢就是24.8 这是我们一片的胸围 选择自然比工具 在长度里面输入一场69 宽度里面输入胸围 胸围呢是计算好了24.8 输好了以后呢 在空白的地方 鼠标左键单击 单击了以后一定要放开 放开了以后再把鼠标拉出来 拉出来了以后再鼠标左键单击 这样我们就确定好这个巨型 这个巨型的长度就是一场宽度是胸围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它是不是我们定的尺寸 用自然比工具 鼠标右键单击 619长度没错 宽度24.8也没错 一场和胸围就确定好了 一场和胸围确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我们确定 拧宽还有拧身 首先呢拧宽的尺寸它是18 18呢我们要除以2 除以2的话就是9公分 且拧身呢就是9.5 这时候呢我们先确定拧宽 确定拧宽呢就用智能比工具就可以做到 选择智能比工具 在最前面这个框里输入9 输好了以后在上面这条水平线上 从左边向右边找到9公分的点 这个红点就是找到以后 鼠标左键单击放开 再画一条垂直线下来 画垂直线呢是按一下键盘上的Ctrl键就放开 那这条垂直线的长度要多长 就是前领深的深度 它是9.5 那我们就在长度里输入9.5 输好了以后在向下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 这样呢我们就确定好这个前领深 然后再用智能比工具 在前领深这个位置 左键单击 按下Ctrl键放开 画一条水平线到最前面的这条垂直线上 前领深确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确定后领深 首先后领深的尺寸呢 一般是2.3就可以了 怎么来确定呢 方法是用智能比工具 在最前面这个框里输入2.3 输好了以后呢 在最前 最左边的这条垂直线上 从上往下找到2.3的红点 鼠标左键单击 再拉到这边垂直线上 右边的这条垂直线上 同样有一个红点 再左键单击 这样后领深我们就确定好了 领宽还有领深都确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确定 来操作就是画这个领窝线 首先呢我们画领窝线之前 先用等分线工具 等分数里面输入三等分 把后领深的这条线 左边这里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单击一下 三等分 三等分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用智能比工具 开始来画这个领窝线 从后领的开始 首先呢要在后领深这里 左键单击放开 再把鼠标放到这一等分 中间大概的位置 单击放开 三分之一这个点上 单击放开 向上 连接到肩颈点的位置 连接好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把这个线切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前领 在前领深的位置 左键单击 向上单击 然后连接到这个肩颈点的位置 左键单击 点右键 确定下来 把这个线切断 这样前后领窝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调解圆顺 调解圆顺呢 用智能比工具 右键单击 鼠标左键 拖动线条上 粉红色节点 把它调解圆顺 调成这样的形状呢 就可以了 可以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确定 然后接下来 再来把后领窝线调顺 同样的方法 右键单击 鼠标左键 拖动线条上 粉红色节点 点右键 确定下来 这样前后领窝 都调解圆顺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 对接过来检查一下 对接检查了 我们用到编辑里面的 对称修改工具 选择它了以后呢 鼠标左键 拖动红色的虚拟框 框中后领窝 再框中前领窝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对称轴线上 点击起点 还有终点 对称轴 就是中间这条垂直线 起点呢 我们可以在 后领身的位置 左键单击一下 终点呢 就到前领身的位置 左键单击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检查到 整个的领口 检查它的圆顺度 那现在呢 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圆顺的 那怎样是不顺的呢 比如说像这样子 它这里凹进去了 就是不顺的 或者呢 往这样子 尖吐出来了 都是不顺的 要把它调平整 这样才是圆顺的 对接过来检查的时候 最主要要检查中间的这一段 还有后片的这一段 后片呢 这个后领口 它基本上都是水平的 这里呢 已经很平了 那现在呢 我们检查完成了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键不放 单击鼠标右键 确定下来 这样呢 就可以了 领域线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确定 尖宽的尺寸 首先呢 尖宽的尺寸是43 我们要除以2 因为只打了一半 除以2的话 就是21.5 21.5怎么来确定呢 方法是用智能笔工具 在最前面这个框里 输入21.5 输好了以后 在上面这条水平线 从左向右 找到21.5的点 这个红点就是 找到以后呢 我们再用鼠标 左键单击 按一下Ctrl键放开 向数值方向 画一条垂直线 向数值方向 拉下来就可以了 那这条垂直线的 长度要多长 4公分 这是落肩 落势 在鼠标左键单击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落肩呢 因为我们人体的肩膀 是斜的 所以要落肩 我们找一个模特 出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蓝的模特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模特 从这个 脖子这里 到肩的 这里有一个交接的点 这个点呢 就是肩颈点 肩颈点 对应在我们结构图上 就是这个点 现在鼠标 放到的这个点 然后呢 我们 从肩颈点的位置 做了一条水平线 对应在这个 结构图上 就是上面这条 然后呢 再根据人体的肩膀的斜度 画了一条斜线 正常人的肩膀呢 都是斜的 所以呢 我们要落肩 那这个垂直线的位置呢 就是肩宽的地方 肩宽的位置 在肩宽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面这条水平线 到这个肩线 这个距离呢 一般是4到5公分 所以我们落肩落势啊 落肩落好了以后呢 再用智能笔工具 在落肩点这里 鼠标左键单击 再到肩景点的地方 单击 点击鼠标右键 确定下来 这条呢 就是我们的肩线 也就是我们 跟着这个模特 画的这条斜线 就是肩的斜度 画的这条斜线 因为肩是斜的 所以呢 这条肩线呢 也是斜的 肩线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确定 这个秀龙身的尺寸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秀龙身的尺寸 它是23公分 23公分呢 我们在测量 这个秀龙身的时候 通常呢 用斜量的方法来测量 斜量呢 这里就要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量规工具 就是这个量规工具 选择它 在半径里面输入 秀龙身的深度 23 输好了以后 在落尖点的位置 这个就是落尖点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放开 然后拉一条斜线 拉在侧缝线上 侧缝线就是这边 最右边的这条 任意的位 任意的地方 鼠标左键单击 它就会停在我们定好尺寸 这个位置 然后再用智能笔 右键单击 可以测量 23 没错 可以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 这个胸围线 胸围线呢 就用智能笔 在这个 页下点 这个点就是页下点 鼠标左键单击 按下Ctrl键放开 向水平 不是向水平 向前中方向 画一条水平线 到这个中线 前中线上 鼠标左键单击 这条就是胸围线 胸围线做好了以后呢 那这条斜线呢 就没有用了 我们用删除工具 把它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删掉 删掉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 这个冲间 冲间量呢 冲两公分就可以了 冲间怎么来做 选择智能笔工具 在落间点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 然后按下Ctrl键放开 向前中方向画一条水平线 长度为两公分 那我们在这个长度里面输入2 输好了以后 在鼠标左键单击 这个冲间量就定好了 为什么要冲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特 这个模特呢 首先它肩宽的位置 是在这里 看到没有 那这个胸宽的位置呢 它是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肩宽跟胸宽 它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距离呢 一般是3到4公分 那我们打板的时候呢 冲间一般冲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不能冲到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冲间 冲间冲好了以后 再用智能笔工具 在冲间量的位置 左键单击 画一条垂直线 交到这个胸围线上 左键单击 那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的胸宽线 也可以叫背宽线 因为四片叠在一起打的衣服 我们没有分前胸后背 它们是重在一起的 既可以叫胸宽线 也可以叫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绣龙线做出来 绣龙线 怎么来做 方法是用智能笔工具 在落尖点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 然后 把鼠标拖到这个胸宽线一半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点 左键单击 再向下的位置 左键单击 再往下单击 然后呢 连接到这个页下 点单击 点右键 确定下来 这条呢 就是我们的绣龙线 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它调节圆顺 用智能笔 右键单击 左键拖动 线条上 粉红色节点 把它调节圆顺 调成这样的形状就可以了 圆顺了以后呢 单击数别右键 确定 确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前片的领口 还有这个绣龙 对称过来检查一遍 怎么来检查呢 就用编辑里面的对称修改工具 鼠标左键拖动 红色的虚拟框 框中 前领口 再框中绣龙 两条都变成红色线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再对称走线上 点击起点 还有终点 对称走 现在就是尖线的这条 起点呢 我们在前领 肩颈点的位置 单击以下 然后呢 终点到落肩点的位置 单击以下 对称过来 对称过来了以后 主要检查什么地方呢 首先领口的位置 是要检查这个前后领口 是否平整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很顺哦 怎样才是不顺的呢 比如说像这样子啊 太凹了 这里有个角 或者是太平了 这里也有一个角不顺 这就叫做不圆顺 那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很平顺的了 然后绣龙的地方 也是一样的方法 同样的拖动这个线条上的点 调节顺 那现在已经很顺了 如果这里出现这样的形状 就是不顺的 或者是这样尖出来 也是不顺的 看起来像一条 直线的 就是顺的了 这样就很顺了 调顺了以后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键不放 单击鼠标右键 确定下来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绣龙就完成了 绣龙完成了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医生呢 也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医生的柴片 给它取出来 先从前片的开始 取柴片呢 用到这个平易工具 鼠标左键单击 或者框选 你要取柴片的线 前片 前中 前领口 前肩 肩线 修龙线 侧缝线 下摆线 全部选中 变红色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鼠标左键 拖动 拖动过来了以后呢 按住键盘上的 Ctrl键不放 再把鼠标左键放掉 放掉了以后 再放键盘 这样呢 就可以复制一个 前片的柴片 这就是前片了 然后接下来是后片 同样的方法 单击要取柴片的线 后中 后片的领窝 然后接 绣龙 侧缝 下摆 全部变成红色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鼠标左键 单击下去 不要放 拖出来 拖出来了以后 按住键盘上的 Ctrl键不放 再把鼠标左键放掉 然后再放掉键盘 这样呢 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前后片的柴片 但是它有多余的线 我们多余的这个线呢 要修剪掉 怎么来修剪 用到智能笔工具 鼠标左键 拖动红色的虚拟框 框纵 要修剪这一端的线 变成红色了以后 再左键单击 相交的这条 把它变成绿色了 然后再单击 鼠标右键 确定 这样呢 就可以把它剪切掉 前面的领口 这里也是一样的方法 框起来 要剪切的这边 再单击 相交的这边 变成绿色了以后 点击鼠标右键 然后这边呢 也是相同的方法 用智能笔框起来这边 锈笼处这里呢 一般它剪切不掉 我们可以试一下 用智能笔框起来这条线 单击锈笼线 点右键 它会只会变得更长 不会修剪掉 那这样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来操作呢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 这个点打断工具 把这条线框起来 然后在锈笼处 也就是腋下点这个位置 单击一下 打断 这边也是一样的方法 框起来这条线 然后在要打断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一下 就打断了 打断了以后 接下来就可以用到 这个删除工具 框起来 要删除的线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呢 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这是前后的 彩片 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配袖子 袖子呢 我们是直接在衣身上配 首先呢 先确定袖长 袖长呢 就把尖线的这一段 延长出来 做袖长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袖长的尺寸 袖长的尺寸 是21公分 那我们现在呢 切换到打板系统 开始来做这个袖长 做袖长呢 直接把尖线的这一段延长出来做 就可以了 那做延长线要怎么来做呢 用智能笔工具就可以操作啊 用智能笔工具 鼠标左键拖动红色的虚拟框 框中你要延长那条线的一端 我们是要延长尖线的这一端 延长出来 所以在框选的时候 这里要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框选要延长那一端的时候 不能超过这个黄色的点 就是这个终点 如果你超过了 它延长的端呢 就在另一头了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注意 框的时候要框到这边来 框中了以后 这里有一个调整量 这里呢 还需要注意的是 只能在调整量里面输入 你要延长的长度 不可以在长度里面输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长度里面输入 比如说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输入21公分 输好了要单击鼠标右键 它会连尖线的这一条 总长为21公分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框起来要延长的这端 一定要在调整量里面输入 你要延长的尺寸 21 输好了 要单击鼠标右键 不可以在长度里面输 然后再单击右键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延长出来了 延长好了以后 用两点测量工具 从落尖点到袖口 测量它的长度 21公分 没错 可以了 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定袖口 袖口呢 跟这条袖中线是垂直的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角度线工具 单击这条 线 这条袖子 袖中线 然后在袖口的位置 左键单击 然后这边就有两条虚线 然后这个角度呢 是90度不用变 因为我们是做垂直的 就是90度 长度里面输入袖口的尺寸 15.5 输好了以后 在下面这端单击 鼠标左键啊 我们要向下面垂直 就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单击一下 如果向上的话 就往上单击啊 因为它这里有两条线 两边都可以做垂直 我们是需要向下做 所以我们在向下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 这个袖口呢 我们就确定好了 袖口确定好了以后呢 短袖的这个袖口 直接这样垂直下来 那这个袖口呢 都不会平整 会有一个缺口 那我们要把这个缺口 给它补上 怎么来补上 同样的用到这个角度线工具 单击现在的这条袖口线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点上 单击一下 单击好了以后呢 做一条垂直线过来 长度里面输入0.8 补过来0.8 再鼠标左键单击 好了以后 再用智能笔工具 把这个袖口 重新来操作 在上面这个 点上 左键单击 而上面这个点呢 就是 袖中线的这个点 然后往下 再到这个 补出来角的这个点 单击鼠标右键 确定 确定好了以后 再把它调节平整 调节圆顺 这个线呢 我们不可以做的太弯 因为袖口 等一下 它是这个 要做反折边 就是反折的过来 你这样子做的太弯了 在做的时候不好做 所以这里呢 要把它平整一点 调平整了以后 现在这样的就可以了 单击鼠标右键 这个袖口呢 我们就确定好了 袖口确定好了以后 接下来确定袖肥 袖肥是什么呢 就是袖子的宽 哪个地方是袖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袖子的材片 袖肥呢 就是这条水平线 就是袖肥 因为这个地方 是袖子最宽的地方 从左边测量到右边 袖肥的确定呢 我们用袖龙肾的深度 减2就可以了 袖龙肾的深度是23 减2就是21 21呢 这个 怎么来操作这个袖肥 袖肥呢 就跟这个袖中线是 平行的 我们用平行线做 做成平行线就可以了 做成平行线呢 我们用智能笔工具 就可以做平行线啊 用智能笔工具 鼠标左键拖动红色的虚拟框 框中这条 要做平行线的这条线 框中了以后 在长度里面收入 要平行的这个距离 输好了以后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键不放 在下面的位置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呢 我们就做好了 这个袖肥 这条平行下来的 这条就是秀肥 秀肥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这个袖山斜线 袖山斜线呢 要怎么来操作 首先要测量 这个袖龙线的长度 因为呢 袖子的袖山线 跟袖龙线 是上在一起的啊 袖子是上在 这个医生的袖龙线 那袖子上呢 是袖山线 跟袖龙线上在一起 上在一起呢 它们的长度 就要相等长的啊 就是要一样长 所以呢 我们要测量 这个袖龙线的长度 来确定 这条袖山斜线 袖龙线的长度 是25.2 这时候呢 确定这个袖山斜线 就用量规工具 在半斤里面 输入袖龙线的长度 25.2 输好了以后 在落尖点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 拉一条斜线 拉在袖斐的位置 鼠标左键再单击一下 这条斜线呢 我们就做出来了 斜线做出来了以后 我们用智能笔工具 右键单击测量 25.2 它的长度呢 是跟袖龙线的长度 是一样长的 那这条斜线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就要做绣山线 做绣山线之前呢 我们在这条斜线上 先做一下辅助线 做辅助线用这个等分线工具 等分数里面输入三等分 把这条斜线三等分 三等分好了以后呢 再把下面这一等分 再给它两等分 两等分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用角度线工具 单击这条斜线 然后在这个两等分中间的点 左键单击一下 画一条垂直线过来 长度为0.6 向右边的位置 左键单击一下 向右边画一条垂直线 可以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绣山线呢 绣山线怎么来做 方法是用智能笔工具 在路间点的位置 左键单击 然后 往下面画下来 画到这个绣龙处 差不多一公分左右的位置单击 然后再到这个三分之一处 这个点单击 然后 是连在这个 垂直线0.6这里单击 再到绣肥线上单击 点右键确定下来 这样呢 就做好这个绣山线 做好了以后 再把它调节圆顺 怎么来调节 用智能笔 右键单击 鼠标左键拖动线条上 粉红色的点 调节圆顺 这条S形状的线 就是绣山线 绣山线做好了以后 我们要测量这个绣山线和绣龙线的长度 怎么来测量就用到下面这个拼合检查工具 鼠标左键单击绣山线 点击鼠标右键 在鼠标左键单击绣龙线 点击鼠标右键 就可以测量到 绣山线的长度比绣龙线长了0.5 这样呢是可以的 通常呢 这个绣山线的长度可以比绣龙线的长度长个0.5左右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绣山就可以了 可以了以后 在编辑里面删除所有辅助线 然后再用删除工具 把一些不要的线都给它删掉 删掉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要插做这个绣纸的内缝 绣纸的内缝的做法 就用智能笔在绣山线这里左键单击 再到绣口 左键单击 点右键确定 确定好了以后 再单击这条绣内缝 一半的位置呢 往上拖个0.23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再单击鼠标 右键确定下来 这条呢就是绣纸的内缝 它是直线的 我们把它做成曲线就可以了 那这个绣纸呢 我们就配好了 绣纸配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它裁片取出来 选择这个纸形剪开启复制工具 鼠标左键 单击或者框选 要取裁片的线 这个绣纸上的线呢 首先这条是绣中线 然后这里是绣口线 下面这条是绣内缝 S形状的这条是绣线 全部变成红色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 重新来操作一遍哦 鼠标左键单击 要取裁片的线 变成红色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再鼠标左键 单击这条绣线 变成绿色了以后 再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拖动出来 拖动出来了以后呢 按住键盘上的 Ctrl键补放 再把鼠标左键放掉 再放掉键盘 这样子的话 这个袖子我们就取出来了 袖子取出来了以后 它是斜的 斜的不方便我们操作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放正 怎么来放正 就用到一个工具 这里水平垂直补正工具 鼠标左键拖动 红色的虚拟框 框中整个袖子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 你要辅正的那条线上 左键单击一下 我们要根据这条 秀中线把它辅正 因为它现在是斜的 我们要把它变成垂直的 就在这条线上 单击一下 单击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超过这个 黄点的 只能在黄点的下端单击 不能在上端单击 如果你在上端单击了 它虽然是垂直了 但是它是倒过来的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效果 那就不能在那 不能在上面这段单击了 所以我们测销一步 重新来操作 框起来这个材片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鼠标左键 在这条绣中线下端 就是这个黄点的下端单击 这样呢它就放正了 这才是我们要的效果 放正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是袖子的一半 我们要把这一半对称过来 对称用到编辑里面的 对称修改工具 框起来左边的 这三条线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对称轴线上 点击起点还有终点 对称轴呢 就是中间这条线呢 起点呢 就在 绣山顶点啊 就是绣山顶点的地方单击 终点就在绣口的地方单击 对称过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秀纸 最主要要检查这个 绣山的这个地方 不可以像这样子拱起来 或者是向下面尖凸 啊 这样子太尖了 都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圆顺 怎么样才圆顺 像现在这样的形 形状就圆顺了 绣口的这里也是要平顺 圆顺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这就是我们整个 袖子的裁片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再把这个袖子呢 移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一件衣服的裁片啊 这是前片 这是后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前中线和后中线 做成对称线啊 为什么要做成对称线呢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一半 做了对称线以后 另一半也会跟着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 要素属性设置 点击这个对称线 单击前中线 点击鼠标右键 就做成对称线 再单击后中线 点鼠标右键 对称线做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加缝份了 加缝份呢 用到这个自动 加缝份工具 缝边宽里面输入0.8 缝边加0.8就可以了 因为呢 T恤都是用针织的做 针织的呢 一般是用四线的包边 直接包过来 所以呢 它的缝份要小一点啊 0.8就可以了 输入好了以后呢 框起来 啊 鼠标左键拖动 虚拟框 框重 你要加缝份的材片 框重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呢 就缝份加好了 加好了以后呢 这个袖口跟下摆 它是要做反 反折边 下摆了 它有一个高度 所以呢 我们缝份呢 要重新改一下 改成多少了 是要改成2.5公分 修改缝份 就用到这里 修改缝边宽 这个工具 缝边宽1里面输2.5 输好了以后呢 鼠标左键 框起来 你要修改缝份的那条线 下摆 前后片的下摆 还有袖口 全部框重 变成红色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呢 它就加过来了 这个缝边的宽度 就加到2.5了 加到2.5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袖子 袖子的话 它要反折过去 就要做这个反折角 因为没有做了 反折过去这边 它就会短掉 那这个反折角 要怎么来操作 用到这个缝边角 处理工具 鼠标左键 框起来 袖口的这条线 单击鼠标右键 它就会做出来 这样的反折角 这边也是一样的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子才对 因为它要反折过去 一定要做这个反折角 做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医生呢 因为是垂直的 就不需要做这个反折角了 因为垂直的 它本来加出来 就是直的了 不需要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缝分加好了 这个材片呢 还是只有一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 这个刷新缝边工具 点一下 点击刷新 它就整个材片出来了 做了对称线 刷新就出来了 那刷新缝边以后呢 不需要加缝边的 它也会加上 比如说这个结构图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 删除缝边工具 框起来 不需要加缝边的 单击属别右键 把缝边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本节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再见